女人抓着一只小强想着儿子吃 男孩坚决不吃 他就自己给吃了 而就在他吃的正香时 男孩的父亲不声不响的就跳楼了 这就是刚刚上映就引起一片热议的香港电影 命案 郑宝瑞导演林家栋主演 口味之重 尺度之大 看完后愣是吓得我三天没吃饭 目测这个尺度内地是不可能上映了 所以逻辑就冒着被饿死的风险 给大家讲讲这部电影 友情提示 吃饭的时候千万别看 如果你正在减肥 当我没说 刚刚被为小强的悲三小孩 就是我们的男主林家栋的小时候 因为父母都是精神病 他的童年可以说是太惨了 为了改写自己的命运 同时防止父母的精神病遗传给他 林家栋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命理大师 说白了就是算命的 不过他干这一行还是挺有天赋 十里八岁有啥事都会找他 这天高级技术服务人员凤姐找他算了一命 结果被算出来今晚就会挂 为了给凤姐改命 他就把凤姐带到了一处墓地给埋了 想通过让凤姐假死骗过命运 就大功告成时突然下起了大雨 火一下就被浇灭了 凤姐也因为被埋了挺长时间 差点真挂了爬出来给他一顿踢 然后就打车回家了 这命也就没改成 然而凤姐刚到家 一个男人就冲出来把他推进了屋里 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大雨也突然停了 而有意思的事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场大雨正要去送餐的外卖小哥 少东的送货地址被打失了 本来应该是九层让他物看成了七层 而凤姐的家正好就在七层 屋里的凶手已经把凤姐绑起来正要动手 这时门铃却突然响了 男人来到门口不敢轻举妄动 可偏偏少东也不是杀正常人 没人开门他就玩命按门铃 结果男人一个急动就把凤姐给杀了 这时紧赶慢赶回来的大师来到了凤姐家门口 他知道凤姐恐怕是在劫难逃 可就在他疯狂撞门时 里面的凶手却突然打开了门 大师一下就撞门圈了 接着凶手一脚踹飞少东 一溜眼就跑没影了 而进入房间后 少东看到尸体不但没害怕 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兴奋 他站在血泊中开心的跺脚 仿佛一个正在玩水的孩子 而此情此景正好被接到报案赶来的老警长看到了 看到少东他愣住了 这孩子他太熟悉了 因为他从小就是个变态